六子跟慧明將軍講 說不失善不失惡 正義馬實 就在這個時候 你沒有善沒有惡 那個我們那個真心佛心 都貧喜諸元物勝一念的時候 整個佛心都呈現 這個時候整個都呈現 我們落入兩邊以後就變凡夫了 保持這個決心 讓它能夠持久就成火了 所以成火不是很困難 看我們願不願意做 願不願意做 知道做的方法嗎 在日常的生活 我們要了解到 我們就是要上班 要工作要賺錢 那個都需要 那我們就正式的面對 就是心都投入專一 工作就工作 賺錢就賺錢 然後下班以後 把那些事都放下 放下以後回來 我們家事也做好了 有空閒的時間 我們就做這個工夫 能夠萬年放下 一念不生 只要我們肯做 它時間久 我們很專心的做 時間久 久了以後 我們縱然在睡覺 睡覺的裡面 自然自己會做 連睡覺都會萬年放下 萬年放下 一念不生 那個就最理想 很快就會達到 真的 這個整個本性都清淨了 它回到 回到我們那個真爐 就很快 這樣各位有印象了嗎 有沒有 這個還朦朧啦 所以這個 各位前前就是要了解到 我們修道的路途 就是以一生的投入 要呢 這個細水長流 所以都要享受 就是說我們在日常的生活裡面 可以做 在日常生活裡面 已經在修道 這樣才正確 不是說我們來佛堂了 才來準備修道 出去就不是了 那樣就修得會差得很遠 我們要把整個 這個心胸都投入 投入在道之中 只要我們時時刻刻都專一 工作也專一 就是連要去遊玩也要專一 你努力的去玩 都專一 一就是到 所以我們時時刻刻都要專一 去玩 都要來玩 是 做